黑龙在天 想必各位7890对这一段再熟悉不过了 周星驰主演的武状元苏启儿 1992年上映 31年过去 经典就是经典 根据相关资料 苏启儿原名苏灿 是清末全师 广东石虎之一 代表功夫最全 从1978年开始 苏启儿就被改编成影视形象 登陆大荧幕 截至今天 描写苏启儿的各类影视作品 多达20余部 饰演过苏启儿的演员 也都是武林高手 袁小田 周润发 甄子丹 黄日华 赵文卓 曹骏 以及让我们这几代观众 印象最深的星爷 本期视频就来重温经典 1992武状元苏启儿 前面说过 苏启儿本名苏灿 在本片中改为苏查哈尔灿 达叔饰演他爹 是清末世袭的广州将军 故事开始 阿灿马不敦当 气韵丹田 他要发功了 洋洋洒洒一副名作 春树秋双图 不是 灿尔哈查苏 但是别骄傲知道吗 老爹高兴给儿子打赏 也不算太多 阿灿表示 这钱来得正好 今天他要举办他25岁的大寿庆典 形式很简单 逛妓院 阿灿出手大方 贱人撒臂 人送绰号 大撒臂 阿灿撒臂不设门槛 哪怕是牙黄嘴臭 酷当年的老乞丐 你这个月在这里 吃饭看去 宵夜过夜嫖妓我包了 我的天哪 常看功夫片的朋友应该知道 他可不是普通的老乞丐 街头卖过书 酒馆传过道 少林扫过地 他也是本篇的动作指导 袁和平的弟弟 袁祥人 九爷 幸好九爷练过 否则日夜不停连放一个月 身体够呛啊 阿灿随老宝上楼 与一个美女擦肩而过 阿灿一眼看中 当场出价十万米 要报夜 不料楼下有人抢生意 榜一大哥掏出一颗夜明珠 美女表示 更喜欢夜明珠 阿灿遭到雷霆暴击 他一气之下 将夜明珠捏成鸡粉 榜一大哥直接动手 首回合 螳螂拳对战苏灿的虎鹤双形 阿灿胜出 次回合交换技能 榜一大哥虎鹤双形 阿灿螳螂拳 还是阿灿胜出 看来不是技能的问题 是你人有问题 榜一大哥撤下 他的鹰犬出手 一个闪现进场 运气发功 阿灿的帽子被震飞 入目三分 一场恶战正要开打 老爹带人前来平事 榜一大哥掏出金牌 自爆家门 结果老爹目不识丁 完全没当回事 身后的师爷 恐怕已经吓尿 因为 铁帽子王是皇亲国戚 或是亲王或是郡王 同时铁帽子代表为朝廷立过战功 世袭罔替 其地位和待遇比亲王还要高一层 相比之下 广州将军就不值一提了 铁帽的鹰犬名叫赵无极 武功极高 会点妖术 刚才阿灿看中的美女 就是冲他而来 美女名叫如双 是丐帮帮主之女 不久前 帮主死于赵无极之手 如双姐妹两人 就是来借出台之名 为父报仇的 所以他拒绝十万米 选择了夜明珠 现在赵无极发飙 要兴师问罪 好在师爷机制 一秒钟抓住铁帽的把柄 说你作为朝廷命官 公开寻话问柳 本是大罪 而且 今天还是清太祖皇后的继承 如此罪加一等 论罪当斩啊 铁帽有些慌乱 赵无极对准阿灿反击 说根据大清律例 没有辫子也要砍头啊 结果呢 老保出来打圆场 铁帽里亏 不好发飙 师爷也劝老爹见好就收 这一轮文斗 苏家父子先拿一分 阿灿志得一满 上二楼找如霜 如霜以为是赵无极 结果令他意外且失望 阿灿想要借酒助兴 如霜掀翻酒桌 因为酒中有毒 那是准备干掉赵无极的 屏风后的小妹暴露 阿灿直接表白求婚 如霜根本就没心思谈情说哀 于是亮出一个他认为难于登天的条件 以此拒绝阿灿 阿灿自信满满 说武状元分分钟到手 先把婚妻给定了 如霜表示要考虑一下 就这样阿灿去花园等信 如霜则是与丐帮长老 莫大叔一行偷袭赵无极 仙道的丐帮兄弟 一百支枪同时插进大花轿 赵无极毫发未伤 全部反弹 瞬间拿下一百个人头 等莫大三人赶到 现场已经惨不忍睹 第二天一早 他们才发现阿灿在花园苦等一夜 阿灿看似风流 对如霜是动了真感情 如霜不辞而别 阿灿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一个决定 上大都 不是 是上京城考武状元 兑现承诺 娶如霜回家 老爹一听万分欣慰 儿子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追求 老爹全力支持 全家搬走 铁帽回京复命 在皇上面前给赵无极一顿美颜夸赞 赵无极也当仁不让 现场表演妖术 他捏碎金元宝 操控金粉 幻化成美女 给皇上一顿粉红诱惑 皇上看得垂涎三尺 蠢蠢欲动 正要下手 美女烟消云散了 这个女人要是真的就好了 苏家搬家顺利 老爹赤巨子二百万米 从主考官老郑手中买来试卷 师爷加班加点分笔集书 等考试的时候 阿灿只负责睡觉 老郑负责调换试卷 而阿灿身后的哥们也是浑身小超 看来也是个关心户 文士通过进入武士阶段 这是阿灿的强项 欲赛第一轮举重 阿灿为保存体力 主动放弃 欲赛第二轮 体操 阿灿一顿后攻翻满分 欲赛第三轮 格斗 阿灿开始发力 一路过关斩将 以A组第一名的成绩出现 同时B组第一名刚才见过 就是那个关心户 武士进入决赛 武状元将在阿灿和关心户中诞生 铁帽登场 他才是真正的主考官 而重点是 关系户是他的大侄 这下可坏菜了 决赛第一轮射箭 两人的射攻不相上下 区别在于大侄是正中靶心 阿灿是一箭穿心 苏灿的靶上没有箭 拨打耳朵获胜 决赛第二轮对打 两人起码拼大刀 大侄的刀是刀 阿灿的刀是玩具 阿灿落地 抄起流行铁锤 将大侄也砸落马下 两人地面二番战 同样 大侄的兵器是兵器 阿灿的兵器除了木棍 就只有一把水果刀 水果刀很快被大侄打飞 阿灿就只能徒手应战 他抓住机会 捡起大侄兵器符上的三截棍 大侄挥舞大刀咔咔一顿砍 三截棍成了双截棍 阿灿找到手感 不如次立神附体 助力他轻松击败大侄 大侄不服还要继续 阿灿索性脱掉战甲 让你一层护盾又何妨 不料大侄从裤裆里掏出暗器 那是赛前赵无极偷偷塞给他的 阿灿眼急脚快 将暗器完毕归照 暗器掉头哭斥一声 给大侄来个痔疮手术 用这种龌龊的招式也想 睡醒了没小子你 喝茶喝茶喝茶 大侄偷发暗器不说 老郑还颠倒是非 以阿灿先落地为由 判定大侄胜出 没办法 人在江湖 人情世故 没想到 大侄没走几步 倒地不起 毒发身亡了 大侄下线 阿灿进位成为武状元 皇上御驾亲临 铁帽也无法阻拦 而赵无极在立功 他戳穿阿灿不会写字 文是作弊 皇上让阿灿现场动笔 阿灿是真不会呀 老爹急忙求情 说养不教是父之过呀 最后在吏部尚书 黄先生的建议下 皇上开恩 死罪可免 活罪不饶 没收苏查哈尔嘉一切财产 将苏家父子贬为乞丐 终生乞讨 刚搬来的家 全部充公了 爷俩净身出户 沦为乞丐 饿了两天之后 阿灿想到一个方法 让老爹现身朋友的 阿姨的妹妹 就是他呀 阿灿又想到新办法 卖意赚钱 胸口碎大石 刚要表演 城管不是是官兵前来捣乱 身后还有赵无极 赵无极公报私仇 对阿灿痛下杀手 一顿大力金刚指 将阿灿的七经八脉 全部折断 阿灿成为废人 只能靠睡觉度日 好在老爹坚强 老爹能养你25年 就能再养你25年 就这样老爹外叔乞讨 保证爷俩温饱 同时也加强心理建设 别回头 向前看 几个月后 时间入冬 老爹半夜浑身发抖 冰火两冲天 他养了 毫无经验的阿灿走上街头 讨了半天没有收成 他坐在一家大户人家门口休息 女生见他可怜送他一盆碎炭 抬头一瞧 这不是十万米包叶的小妹吗 阿灿急忙钻进探理 不想让随后出来的如霜认出 阿灿还故意改变口音 以维护他最后的尊严 如霜看破不说破 假装不认识 给他一些馒头 并告诉阿灿 以后随时可以来吃 唱吃不限量 阿灿回家 百感交集 泪流满面 肝肠寸断呐 半路遇到老爹被官兵抓走 因为不堪饥饿 他抢了别人的馒头 官兵认出他们当众羞辱 要阿灿吃狗粮 虎落平阳被犬欺 阿灿没有办法 为了老爹 他只能低头照做 老爹也跟过来一起吃 夸赞狗粮好吃 互相鼓励 给对方能量 官兵玩够放过爷俩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 如霜看在眼中 如霜扶起老爹 表明身份 丐帮帮主之女 他邀请老爹和阿灿 加入丐帮 加入你们丐帮 有个照应也好啊 阿灿 阿灿呢 爷俩算是找到组织 不再为吃喝发愁 阿灿还是整日睡觉 他不敢面对如霜 而现在丐帮群龙无首 莫大希望 如霜继任帮主 想要上位 需要打败三大长老 如霜对此没有信心 老爹觉得 或许阿灿可以 为让儿子重振雄风 老爹把他关进小黑屋 让他与恶狗大乱斗 结果弄巧成拙了 阿灿再次雪上加霜 不过物极必反 阿灿的命运开始反弹 一个老乞丐前来搭讪 仔细一看 这不是九爷吗 之前阿灿请他包月的老乞丐 阿灿上来就要九爷还钱 要钱肯定是没有 但是九爷可以给他 比钱重要一万倍的东西 尊严 当阿灿进入梦乡 九爷如约而至 原来他是 红旗公第七代传人 红日清 红前辈见此人心地 善良骨骼惊奇 是个练武奇才 只因家境过于富有 从小疏于管教 性格过于张扬 如今已经经历苦心治 劳筋骨 恶体肤 空伐身 也是时候该让他 涅槃重生了 阿灿惊醒 伤势痊愈 人独二脉全通 九爷不见踪影 留下四个大字 这天晚上 莫大和如双打探敌情 只见赵无极把婴儿 放进炸汁机 与手下一起干杯加油 原来赵无极的真正身份 但是天礼教教主 他侍奉铁帽 只是潜伏 他真正的目的是 屠龙篡位 今晚就是他的战前动员 明天他会操控傀儡娃娃 行刺皇上 莫大和如双暴露 教徒们一拥而上 莫大亮出打狗棒 一通乱伦放倒二十多人 赵无极大手一挥 施展原力操控 石块大石头撞向莫大 莫大口吐鲜血 落荒而逃 如双被抓 刚才傀儡娃娃死于他手 现在赵无极让他接任 莫大带伤回家 开启选帮主大会 听说如双被抓 阿灿站起身来挑战三大长老 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 估计一拳就趴下 阿灿确实是趴下了 只是趴下就代表他进入战斗状态 台下几百人 只有莫大最识惑 这招难道就是 清师叔的穗木容汉拳 三长老不敢轻敌 开始亮棍布阵 阿灿闭眼开打 把三长老从头到脚教训一番 三长老使出绝烧 无敌电风扇棍针 一顿火花闪电 阿灿一记冲天脚 轻松破阵 夺下打狗棒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赢了 三长老提出质疑 说不会打狗棒 不配当帮主啊 阿灿上来一顿平A 这就是打狗棒 棒棒打狗 阿灿兴奋过头 一个暴击 把打狗棒摔成三段 这下坏了 这可是丐帮的正帮之宝 三长老和教徒 要对阿灿群起功之 突然空中咔嚓一声震天响 阿灿借此机会表演红旗公附体 假借红旗公的话说服众人 内容大概就是打狗棒不重要 这位天才美少年才重要 众人不敢不信 反正这哥们最能打 就他得了 莫大将大力丸和降龙十八掌 交给他 莫大心愿已了 功成身退 阿灿服下大力丸功力翻倍 同时练会降龙十七掌 这是专刻赵无极的武功 只是第十八掌 抗龙有悔 只有名字没有内容 时间紧迫 阿灿也来不及研究 第二天一早 丐帮大军奔向京城 营救如霜 干掉赵无极 顺带拯救皇上 丐帮大队被铁帽的官兵挡在半路 阿灿飞身越过独自前往 铁帽紧追不舍 赵无极也率领叛军开始操作 他释放毒气 独倒大部分官兵 铁帽这才知道真相 皇上的大本营也已乱成一团 此前傀儡娃娃如霜被送给皇上 赵无极远程做法 如霜挥舞三尺长剑大开杀戒 一顿龙飞凤舞连拿六十多个人头 最后皇上的贴身护卫打倒如霜 如霜后脑勺的毒针掉落 如霜就此脱离控制恢复理智 官兵要对如霜下手 阿灿及时赶到 赵无极随后现身 一记黯然销魂掌放倒三十多人 随后灵波微步闪现 要对皇上下手 阿灿当然不让 直接趴在赵无极肩膀睡着了 睡梦罗汉归位 一顿小招连击 打得赵无极措手不及 无奈赵无极太强 这一波几乎就没有伤害 赵无极反打也是一顿连击 把阿灿打到吐血 最后一脚踢飞 阿灿顺势起飞 准备降龙十八掌 阿灿打完十七掌 赵无极浑身放炮四孔喷血 阿灿以为行了 没想到 降龙十七掌不足以干掉赵无极 赵无极炸开官服露出龙袍 开启大招风卷残云 一阵腰风袭来 阿灿倒地不起 绝境中 他发现降龙十七掌连起来 就是第十八掌啊 阿灿使出降龙第十八掌 抗龙有悔之归一波气功 赵无极中了大招 肉身化成灰烬 阿灿大仇得报 跟无双打情骂俏 无双改口不再喜欢武装员 就喜欢阿灿这样的乞丐 丐帮兄弟也将赵无极余孽全部拿下 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铁帽因为用人不查 引狼入室被皇上贬为乞丐 皇上愿意让苏家父子官复原职 但阿灿觉得还是乞丐更潇洒 他还叮嘱皇上要英明神武 爱民如子 天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乞丐了 皇上表示OK 并赐给阿灿一个金饭碗 上面四个大字 奉旨乞讨 这比当官可舒服多了 想要什么直接晾碗就行了 这足够阿灿和如双姐妹这两个老婆 以及他们的八个小孩吃喝不愁了 到这里武状元苏启儿的故事告一段落 总结起来就是 苏家友儿叫阿灿 进京港口魏红颜 得罪妖人手脚断 头身丐帮长苦难 苦尽甘来命运转 梦中鸡身睡罗汉 抗龙有悔平叛乱 奉旨乞讨乃美名传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马哥 拜拜